猫腹水传染吗? 猫腹水传染吗? 这个问题要分很多情况讨论 从产生来源上 腹水的产生来源 常见的是心原性、肝原性、肾原性、营养不良性和传染性 心原性、肝原性、肾原性和营养不良性都不会传染 它都是自身疾病或者是长期营养状态 缺乏或者是有缺陷所造成的 可以通过改善它的营养状态 或者对症治疗它的急患 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是传染性的 也就是我们谈五边色的传染性抚摸炎 它可能传染吗? 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它是具有传染性的 但是从病毒的一个发展史 或者是叫生存式上来说 它的原法是冠状病 冠状病毒确实是可以能传染的 一窝猫里面都有可能被传染上冠状病毒 但是传染性抚摸炎是冠状病毒的突变 它如何突变 什么时候突变 在哪种情况下突变 都是各个猫的各例 所以这个情况是没办法传染的 所以整个腹水来说 不具有传染性 但是传染性抚摸炎 它的前身冠状病毒是可以传染的 小贴士 猫的腹水如果是自身疾病产生的 就不会具有传染性 如果是传染性抚摸炎的话 也不能进行传染 不过传染性抚摸炎前身的冠状病毒 是可以传染的 谢谢大家